田南警方來到安南區查行搜索 從屋內找出鋁棒刀蟹 甚至在夾層搜出八把長短槍 而這裡疑似就是 47歲任性死者死亡的第一命案現場 幫我們查出一個真相 我們也好讓他入土 任性男子綽號壯元 週日深夜遭人丟包 醫院急診室門口 頸部骨折頭部遭鈍器重擊死亡 他死前曾遭多人圍毆 淋虐影片外流 警方落葉追查 逮捕到再死者到醫院的 張姓情侶黨 並逮捕到主賢跟其他共犯 拍攝影片 我們把它列為非常重要的共犯 共犯有兩處 以及藍茶車輛 及相關的處所 來逮捕相關的人士 共犯六位 太太太 身穿黑衣身材重說男子就是主賢 警方查獲大量作案凶器 包括球棒空氣槍以及長短槍 而事件起因 死者周六 現在舞廳跟人發生衝突 發文嗆聲 今天你讓我掛彩 改天我讓你掛香 週日晚間七點多 他到東區一間燒烤店談判 隨即被押走 來到台南區某查行毆打 當天晚間十一點多 被發現丟包醫院死亡 死者燒烤店復約 被多人帶到查行招待所為毆 現場為一樓民宅 已經拉起封鎖線 不過查行事後 在臉書PO文 強調三不一沒有 不知情 不在場 不認同 沒有參與 中方都有涉及一些糾結 那也是因為相關的 一個建商的一個 之間的糾紛 那這部分我們持續 擴大追查幕後的目的 因為當是一條人命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真的 真的真的 不要再衝動了 四者本身從事租賃犯款 警方朝建商工程款 糾紛有關 但後續將追查 歐人致死真正原因 以及是否有其他涉案共犯 幸好